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点一滴终于 爱我的心 哺动 哺动 哺动的感应 当时光满满过去 用回忆手机 每一个可爱的你 我叫双伯乐 海上大学数学系先生 我 米歇尔 海上大学占星 而不 树梅西先生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唯一的真理 那么就是数学 小李子 咱们今天玩哪儿出发 如果世界上有一见钟情的信号 极为东南 那就是 向你幸运的方向 天心办案 命运 就是这儿啊 小李子 果然 仙女得起飞才能遇到幼园人 不会就别醒 走你 什么情况 现在的女生碰刺 都这么猛渣男的吗 没错 一定是充满前忘记 接受锦力指示的假释 才会造此意外 不可能 按照统计局员理 这种非自然小概率事件 达都是人为的 难道是我该死的理工男魅力 不对 今天的神之气率已经提交了 那这只能解释为一种 这也可能解释为一种 缘分 干什么呢 你们年轻人不讲武德 有门不走 非走墙 你们两个呢 公公也到墙上去了 老师 其实不是我们翻墙 而是恰好墙 它就在那里 这个可以解释为一种 缘分 缘分 你知不知道翻墙这个行为 有多危险吗 还有 有可能对这个男同学 所造成的伤害 在她眼光不错的份上 帮她一段 不需要给你一个警告处分 老师 我觉得警告处分有点严重了 啊 已知这个围墙高度2米 它的初始速度是0 根据 V等于根号2GM可以得出 它的落地速度仅为6.33米每秒 再根据 F等于MJ加上MV比T可以得出 这位女同学的落地冲击力 仅为3665牛 这样的冲击力 远小于人体 所能承受的最大力量 所以 我觉得这位女同学 没有什么问题 这位同学说得好有道理 但好像完全听不懂的样子 我要用速度带海大的同学们 领略数学的无上魅力 走进数次的殿堂 同学 同学 我们是舞蹈社的 你有兴趣来参加我们社团的单身排队吗 不会跳舞 我们可以教你 不想学 我只想把时间都用在探球真理上 那我们可以加入速度社吗 我们可以陪你一起探球真理 五分钟 做完了 欢迎加入速度社 打扰了 不会竟然连问都过 这样的人怎么会享受数字的殿堂 这个怎么扫啊 是你 是我 我们又见面了 你是来加入速度社的 路过 刚才的事 谢谢你啊 没事 这个是用手机扫吗 这不是二位码 它叫速度 是很有趣的数字游戏 我给你演示一下吧 比如这个空是三 这个空是八 这儿呢 它可能填二 可能填七 可能填九 所以这个空 你就要想一下 在我们不确定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控制 别控制呀 我会做 那个 那个比我有 什么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这 难道是什么我不知道的图形付出算法 警理之令 答案是二 你这不是蒙的吗 试试看 是不是对的 既然他对你 虽然方法看起来有点离谱 但如此可强 东雪 你要不要考虑加入速度社 我借你支笔啊 我笔没水啊 有我的招胜负加持 一定有力行哦 精力俱乐部招联啦 都第一次遇到了 这是缘分吧 这是卖鲤的 二位大同学 我们这是有缘 你要不要加入经理俱乐部 我们这儿可是不随便收人的哦 算了 我来拿回我的笔 等一下 难道你不想拨开人生迷雾 接受人生的指引吗 不想 要不要算一块 不算 恋人 蜜味 同学 你是单身吧 谁说的 你什么星座 摩羯座 这个月水腻 而且还没有桃花 我要桃花干什么 抽一之间 最后一次 拜托 拜托 不对 这是命运 看来 他不是我的有缘人 但是 还是要遵从 尽力之力的指引 有了 有了 没了 小鹿 这下个人 快没了 跑了 最后来 这下个人 倒是 我 他是 干吗 你 没有 这下个人 总是他 画个圆圈 再加个弧线 爱你的心 慢慢的浮现 快乐下的太阳 打光在了你的脸 记着手眯着眼 看着你笑很甜 月光很浅 小鸟都暗眠 时间快多走了 拥有你的地平线 弹着记得蕊蜜蜜色 为你唱着歌 能想起记录着 我们短暂的快乐 我在唱着歌 你抱着我睡着了 天快乐的时刻 呼吸着爱还没有混测